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和 我是一名街头艺人 我还是一名唱作人 可以说就是白天是工作 然后晚上就是为自己的梦想奋斗 那你大概维持了多少年这样子的生活 五年吧 五年 五年里面你有想过放弃吗 没有放弃 有没有想过 没有想过 只不过是换了一个跑道 因为五年前跟现在转变也是有很大的分别 以前我是玩乐队的 玩band的 然后现在就自己一个人出来 在街上basking 然后写自己的歌 一个人的身份再出发吧 白天有工作 有一个正当的职业 然后晚上就为自己的梦想奋斗 拼得到完全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其实写了很多 可是满意了就没有很多手 就一路这样子再写再写 写到够差不多有一张专辑的歌的话 可能自己会录制一张专辑出来 然后可能卖啊 可能就晚上卖或者怎样啊 就有这样子的打算 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有签了一个创作公司 有签了合约的 就是要写那些歌 然后交给公司 然后希望就是可以把它卖出去 这样子 对啊 就还有另外一种方式来为我的梦想奋斗 到目前为止三手吧 三手 就是可以觉得可以把它做好 将来有啊就是 现在我是街头艺人嘛就是basking 我希望可以到不同的地方全马来西亚去走 去basking可能也会去外国 就拿多一点经验 让自己有多一点灵感去写歌 希望可以就是写出更多好的歌出来 希望可以把它卖出去 或者是自己把它唱好啊 这个世界启发我 有这个灵感 然后我再把我这个歌写出来 希望可以再启发大家 给大家就是可以影响 影响大家 世界影响我 我再影响大家